请我们打开《约书亚记》第五章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 不管你是中文圣经还是英文圣经 我们同声地来读 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 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只等我们过去 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 不再有胆气 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 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 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 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 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兵 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 唯独出埃及以后 在旷野的路上 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 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兵都消灭了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 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 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牛奶与蜜之地 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 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 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 耶和华这才给他们行了 国民都受完了割礼 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 等到痊愈了 耶和华对耶和华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 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 直到今日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 真月十四号晚上 在耶利哥的平原守御约节 御约节的次日 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 正当那日吃无教饼和烘的骨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 第二日 马纳就止住了 以色列人也不再有马纳 那一年 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我们还是有一点赶快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借着饼杯来纪念 谢谢你在诗歌中 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 也谢谢你在波饼里面 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现在一同要来 明白你圣经中的一段教训 我们还求你帮助我们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意思 好让你的话 真的成为我们的粮食 也真的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祷告是从耶稣基督的名 当以色列的百姓 过了约旦河以后 他们实在是 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 然后他们就来到约旦河的西边 他们开始进入到 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 以色列的百姓 神要拯救他们 不只是要脱离埃及 埃及代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 以色列的百姓 不但要脱离罪恶 以色列的百姓 不但要脱离这个世界的吸引 神要把以色列百姓 带到迦南地去 神的应许之地 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 是代表着在基督耶稣里 一切的丰富 今天我们基督徒 神救我们 不只是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 神还要把我们带在基督里 让我们享受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丰满 以色列的百姓 过了约旦河 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他们要能够把这些地 占领下来 所以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 这几章的圣经 都是讲以色列的百姓 怎么来占有这些地 这几章的圣经 可以分作四大段 第五章第一节开始 是一段 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开始 是第二段 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开始 是第三段 第十一章开始的第一节第三节 那是最后一段 你如果去读那几个地方的圣经 你注意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每一段开始的时候 都讲到一个王或者是一群王 他们听到了以色列的百姓 或者是听到了神 借着以色列的百姓 所做的一些奇妙的事 当他们听到了 他们就有一些反应 第五章到第八章 这是一整段 那么在我们今天来看的第五章里面 以色列的百姓要开始去占领土地了 但是在他们开始占领土地之前呢 神要他们行一些特别的事情 那么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特别在天主教的里面 他们把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 他们叫做圣礼 他们认为做这样子的事 或者这些东西 本身有一个奇妙奥秘的能力 但是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 本身没有什么奇妙的能力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记号 是让我们明白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意义 所以这一段的圣经 我把它取名字叫做实行圣礼 那么我们第一节到第三节 就是讲到他们听到这些事情以后 那么神就吩咐耶和华 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 叫他制造火石刀 然后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那么我们知道 割礼 就是在男人的身上 就是在男人的身上 这个隐私处 割掉一些皮 这就叫做割礼 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所采用的一个记号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要去占领那个土地 但是神说等一会儿 不要急 我们先把重要的事情办好 所以他们办了两件重要的事 第一件事 新割礼 第二件事 首预约节 他们要做完了这两件事 神才带着他们去面对 他们所要占领的土地 那么当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 他就发觉 写圣经的人跟我们解释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行割礼 他的解释也很奇怪 因为他的解释说 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 就是一切能打仗的兵民 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他好像不是在真正的解释 为什么要现在行割礼 他好像不是 他本来说 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行 是因为 那既然因为下面 我们都期待着 就是他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行割 行割礼的意义是什么 行割礼有什么价值 对不对 没讲 他讲什么呢 他讲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失败 因为其实你从第一节 一直到第六节的上半段 他其实在讲了说 以色列的百姓 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行割礼 他们为什么没有行割礼呢 当初他们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就说他们所有的后代 第八天都要行割礼 为什么没有呢 那在第六节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他们在旺野全部都消灭了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这一代的全部死在旷野 并且他们也没有给他们的儿女行割礼 如果他们蒙恩离开了爱情 请问那些人 他们行过割礼没有 有没有 有 他这里写的嘛 那些人都受过割礼嘛 这不记得第五节 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 对不对 这些人是受过割礼的 注意哦 请问他们也没有离开埃及 离开了埃及 受过了割礼 照保罗讲 这些人在云里海里受洗 都归了摩西 对不对 这些人吃了玛纳没有 有没有 吃了玛纳 这些人有没有临盘石所流的水 供应他们的需要 有没有 这些人什么都有 出埃及 受割礼 受洗 吃马拉 喝灵粮 喝灵水 我们如果把这五样东西 用新约圣经的话 什么叫出埃及 得救 对不对 脱离世界 对不对 什么叫受割礼 在新约受割礼是什么意思 新约的受割礼就是受敬 所以这些人受过洗 得救 离开埃及 离开罪恶 对不对 这些人有没有吃马拉 新约讲到吃马拉 什么意思 读圣经 所以这些人读圣经 不但是读 有些人读了圣经 没有吃马拉 你知不知道 因为吃马拉是说 你读到圣经 圣经里面的话 成了你的满足 成了你的供应 有一些人读圣经 读完了就睡着了 对不对 所以他读是读 没有吃马拉 圣经也读了 他还喝灵水 那他新约讲到 喝这个活水 什么意思呢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代理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供应 这些人有没有跟过云柱火柱 有没有 他什么都有 但是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他们什么都有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注意到了没有 他们什么都有 他们受了割离 他们就是没有听耶和华的话 你知道这是何等矛盾的一个现象 这是多么一个让人悲哀的事情 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 我们什么都有 有没有得救啊 信了信耶稣没有 信了 有没有受洗啊 受洗了 有没有读圣经啊 有读啊 读了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亮光啊 有啊 很好啊 可以讲给别人听啊 有没有圣灵在里面感动啊 安慰啊 鼓励啊 有没有 都有 有没有 但是今天可能我要问你 有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呢 你有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呢 今天到底我们的生活呢 今天到底我们的生活呢 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呢 还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呢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么在下面的几节证经 非常有意思 你注意看啊 神在这里说 他们 前面说他们都受过割礼 后面说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然后到了第六节下半年 他就讲说 耶和华就怎么样呢 就向他们启示 耶和华启示 绝对不让他们进到那块加南美地去 那那块地是什么地呢 那块地是神曾经启示要赐给他们的 这里有两个启示 前面的启示是要把地给他们 后面的启示是再也不让他们进去 请你注意 这里啊 让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 神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东西一定给他们 但是这一代的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却无福销售 他们没有办法享受神给他们的应许 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一定实现 因为他是神 他说什么一定可以做得到 但是神不能够废护他自己 一个不愿意听从耶和尔话死话的人 即使是有了神的应许 谁也不能让他进去 难道神不守信用吗 神守信用 因为如果一个不听神话的人 神让他进去 也不是祝福是咒诅 神一定要把人做对的 然后才能够把人放在神所要他们放的地方 如果一个人不对 一个人就不能够承受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可以看到 不只是看到神百姓的失败 我们也看到神应许的可靠 然后从第七节 到第九节 让我们看到神恩典的宝贝 你看第七节 他说他们的子孙 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 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 你注意啊 他们没有受过割礼 没有受过割礼在旧约 就是表示你跟神没关系 你跟神的这个约没有关系 你是外邦人 你没福气 神跟你没事的 这些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 所以他们应该跟神没关系的 他是在诸约之外 但是圣经这里说 神兴起他们来 耶和华把他们兴起来 注意啊 他们有什么好处 他们有什么可爱 他们做了什么对的事情 什么都没有 他们没有做什么 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对的事情 所以神要赐恩给他们 他们是没有受过割礼的 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的好处 神就说 我要生死他们 这个好难懂啊 因为圣经里面讲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你跟我为什么可以信耶稣 你跟我为什么可以信耶稣 是我们比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聪明一点吗 我们比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善良一点吗 那为什么你跟我不信耶稣呢 有一天我问一个人 我说你为什么会信耶稣 这个人是标准的中国人 你知道中国人最喜欢给人家拜高帽子 所以我问他你为什么信耶稣呢 哦 是因为我听你传福音 你讲得真好所以我信耶稣 你相信他的话 我是不相信他的话 你知道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话呢 我传福音有没有人信耶稣 有啊 很多啊 对不对 但是我问你 我传福音有没有人听完了还是不相信的 有没有 也有嘛 那你要问啊 如果真的讲得好 应该每个人就信了 听懂了没有 你有没有很会讲啊 讲到一个人讲到最后这个人信了 你好得意 你觉得那种会讲 然后你觉得哇 他信耶稣了 你看我讲得真好 真是好 结果下一次你讲同样的话 你跟另外一个人讲 你讲完了 你问他信不信啊 不信 你问为什么不信啊 没有理由就不高兴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没有一个人的话 可以叫另外一个人信耶稣 那一个人怎么可以信耶稣呢 靠什么 神的恩典 所以如果一个人你可以信耶稣 你要先感谢万万谢 因为如果你不可以啊 你怎么样都不可以吧 那真的好可怜啊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没有受割礼 但神把他们兴起来 然后他们这下就在开始行割礼 他们第八节说 国民都受了割礼 都受完了割礼 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 等到痊愈 受过了割礼 他们只能做一件事 就是休息 对不对啊 你们记不记得雅各的子孙 曾经在事件干了一件很坏的坏事 你记不记得雅各的子孙 在那里他们骗了那个全城的人啊 他们跟他们讲说 你们通通受割礼 我们就跟你们做好朋友 结果等他们受完割礼的时候 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他们就把他们全城的人都给拆了 因为当你受了割礼以后 你不能打仗了 你身上很痛 你怎么跟人家打仗 以色列的百姓啊 现在过了约旦河是要干什么的 是要干什么 要打仗了 结果神说行割礼 要行割礼应该在哪里行 你知道吗 要在约旦河那边行 因为你还没有过约旦河嘛 如果行了割礼不能打仗 敌人要过河很难嘛 对不对 傻里傻气的 好不容易过了河 现在真的跟敌人面对边要打仗了 然后坐在营里面等死 行完割礼的人 就好像一个动过手术的人一样 没有保护气体的能力啊 随时人家过来就可以宅你啊 那聪明一点应该怎么想呢 我们一半的人行割礼 另外一半人呢 保护我们这些行割礼的人 等到这一批人好了 再换另外一批人行割礼 对不对啊 你跟我做事情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我们总要想想后路嘛 我们想想安全不安全嘛 是不是 但是约书亚在这里何等美丽 他没有后路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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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割礼 怕不怕 假如你是以色列的百姓 你想会不会怕 怕的啊 这叫信心 那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呢 你神叫他们做 你知道吗 当你最没有能力保护你自己的时候 是你父母最要努力保护你的时候 你刚生下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保护你自己 完全不行 对不对 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哼一声 你妈妈半夜就跳起来 为什么 为她知道你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你现在这么大了 你哼吧 哼太大声她揍你一顿 对不对啊 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今天跟随我们的主 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有能力保护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保护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中啊 他什么事情他都安排好 我认识一个人居然坟地都买好 什么都有 他不需要仰望神 但是一个聪明的基督徒 他是知道他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上 在他也许觉得很危险 但是他想到在神的手中是最安全 第九节 烟华对约书亚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 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 神的恩典的宝贵 第七节是告诉我们说 神兴起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就好像神爱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第八节是说 我们自己不能够保护自己 神可以保护我们 宝贵不宝贵 宝贵哦 第九节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二节告诉我们说 神要把我们身上从埃及来的羞辱给我们出去 什么叫做埃及的羞辱呢 记不记得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 埃及人在那边嘲笑他们 你们要去迦南啊 派完戏 你们全部死光的 你们禁不了迦南的 如今他们禁了迦南 他们身上再也没有埃及人对他们的嘲笑 弟兄姊妹 你知不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 世界不信主的人笑我们 就你这样 照照镜子 像耶稣 就你这样 算了啊 不可能的 我认识你多少年了 你这个人没有什么希望的 你改不了人 世界上的人会嘲笑我们的 哎呀 你不要啦 装什么圣人嘛 哎呀 不要想了啦 什么基督徒啦 讲一讲的啦 世界上的人不相信你跟我 可以真正地活出一个圣经里面要求的标准 这是埃及来的羞辱 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从埃及的羞辱脱去呢 当我们受割礼的时候 这里的割礼是讲到说什么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割礼 当神把我们身上那些属形欲的东西 属肉体的东西给我们割去的时候 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 你会惊讶的一件事 这些世上的人笑我们说你不可能的 神把他变成了可能 这是神的恩典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啊 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说我们做的事可以像圣经这样子的 你如果以为你可以 你就是巴黎塞 你不可能的啊 你做不到的 这是感谢主 当我们愿意天天背弃我们的死架 我们来跟从主 我们愿意舍己 神就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不可能的事 让有的人再看我们的事 奇怪 他变了 他变了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变了 前两天人家跟我说 哎呀 瑶瑶这么变了 这又怎么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变 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这个奇妙的大恩典 顺便给你提一下 我们有的时候啊 不太愿意神在我们身上行割礼 譬如说神要割我们的舌头 你知道圣经没有讲舌头要行割礼的 我们不干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舌头啊 讲有一些话 我们讲得很过瘾啊 圣灵要行割礼 当你讲了一些话 圣灵就在你们提醒说不要傻 不要说了 你同意不同意 你如果同意你有福气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同意啊 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要行一个爱金钱的割礼 让我们就看到说 钱财这个东西长得弃宝会飞来又会飞走 然后你知道你怎么样可以救你自己脱离贪爱钱财的这个捆绑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多奉献你就得到赐放 因为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都在哪里 你现在的钱在世界上 所以你的心都在世界上 那现在圣灵要给你行个割礼 叫你把钱从这个世界放到神的家里 你舍不舍着 哎呀 挣扎呀 挣扎 像要你的命一样 那我常常觉得我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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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弄死了 所有的割礼在我们的身上都是除去我们的羞耻 你肯让神的工作坐在你的身上 神就把羞耻从你的生命中出去 你就越来越来满了神的荣耀 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这里讲什么呢 这里讲到首预约节 这里讲到说神的供应继续的在他们的子民中间 在十一节和十二节中间 有三次提到他们吃了吃了吃了 他们吃了什么呢 三次讲到他们吃什么东西 加南地的食材 他们刚刚才过河 他们种了什么 那他们吃的是哪来的 他们吃的不是他们种的 他们是捡别人的便宜对不对 他们是享受别人的劳苦啊 但是神就给他们供应了 他们就可以享受 他们就可以吃 那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是第十二节 十二节说什么呢 吃了地上的东西 天上的就不来了 假如你是以色列百姓 我请问你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地上的一吃了 天上的就没有了 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四十年 吃的是什么 マナ 从天上来的 假如今天有人告诉你 你今天信耶稣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上学 你不用上班 神从天上每天给你掉马拿下来 你就去接 装一大罐子回来 足够你吃的 你高兴不高兴 你高兴不高兴 高兴了 兴奋了 对不对 这多好啊 神没有这样做 但是神今天有没有供应我们呢 有没有 神供应我们的这个方法 好像不是很兴奋 对不对 神今天怎么供应我们 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今天神供应我们的方法很特别 今天神供应我们的方法很特别 怎么特别就是像世界上一般的人一样 神没有用一个超自然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 为什么 因为丁东姐们你知道一件事吗 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 你知道我们中文翻到旷野你常常听不懂 如果把它翻到沙漠你就懂吗 你在沙漠里面你种什么 你在沙漠里面吃什么 你打猎都没有东西吧 你没得吃啊 在那种的环境里面 神要从天上来供应他们 现在他们到了迦南美地 在迦南美地有迦南美地的环境 在迦南美地这个环境神还是供应他们 但是神这个时候供应不是天上来的环纳 神这个时候供应他们乃是土里面所长出来的这些东西 环纳是不是神的供应 土产是不是神的供应 但是请问你 你会为马拉感谢神呢 还是问土产感谢神 我们今天神在一些特殊情况有没有给我们超自然的祝福 有没有 有嘛 对不对 那有一个人 还有一天车子去上班 转弯的时候 因为下雨下得很大 然后他车子就飞出去了 转了好几圈 然后停在高速公路上面 然后停在高速公路上面 而且呢 他停下来的方向居然是对的 那更稀奇的是 不知道哪里有一个手 让所有其他的汽车 当他掉下去的时候 通通都在后面等着他 好象大家都不来 都在那边等着他 摔好了 停好了 然后他开始往前面走了 后面坐着跟着屁股 跟着他走 请问你这个人经历了这件事情 他会不会感谢神 会不会 对不对 车子从那边飞啊飞啊飞啊飞 飞到高速公路上面 还飞到方向还飞对啊 你飞错了 刚好你要对撞了 对不对 而且飞下去了 刚好飞到那个地方 没有汽车 然后别的汽车还要等他 等他开起来 人家车子才跟上来 如果别的车子进一面 要撞上他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经过这个车祸 他心里面对神非常的感谢 他去找他一个好朋友 他跟他讲说我跟你分享 哎呀神实在是对我太好 哎呀实在是保护我 我今天出了一个好大好大的车祸 我的车子都飞出去了 赚了好几千 车子没有事 我也没有事 而且那些车子都不来撞 哎呀我真是感谢神 结果他的朋友说什么呢 他的朋友跟他说 实在要感谢神 但是我告诉你 我更要感谢神 我比你还要感谢神 我比你还要感谢神 那人说 你发现了车祸比我的还大吗 不是 所以我开车 整整十年上班 我一次是获得没车 你会发现一件何等奇妙的事 你会发现一件何等奇妙的事 我们可以感谢神 我们可以感谢神 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为了土产 我们应该加倍地感谢神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如果我们生病 我们吃药 我们看病 神借着医生的手 医治了我们 我们要感谢神 如果我们生病 神借着祷告医治我们 我们也要感谢神 千万不要傻到这事 只有那个 祷告医治我才会感谢神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神给我们健康 神给我们家庭 神让我们有同朋友 神给我们食物 神给我们胃口可以吃 我们都要感谢神 神在我们生命中 虽然很平凡的一些事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两件重要的事 他们行割礼 他们手欲也紧 这两件事情 他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 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纳叫他从师里复活神的功能 是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 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属灵的割礼 而这个属灵的割礼的开始 神是在我们生命中来这样做的 是从我们受洗开始 所以犹太人他一辈子割礼就要悲斥 接着割礼他就跟神有了关系 以后他在神面前继续的学功课 我们基督徒 我们接着受洗宣告我们是属于主的 神也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 天天的给我们行更多属灵的割礼 预约景 在新约的基督徒里面 那是讲到我们的剥饼聚会 格林多前书五章七节 因为我们预约觉得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就的 我们可以来保长他一切的丰富 弟兄姊妹 请你记住 在我们能够为神征战之前 神要把我们身上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先要割离割掉 今天好多人满了肉体要去服侍神 是神所不愿的 在我们能够为神征战之前 我们先来享受羔羊的宴席 让主耶稣基督的自己 祂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供应 祂自己的丰富成为我们的满足 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供应 我们才有力量去征战 很快我们就要去属灵营打仗 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这是关系到那些没有信耶稣人 他们永远的灭亡 还是永远的蒙福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子的战争中得胜呢 我们也要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接受割离 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 除去我们的罪恶 除去我们的骄傲 除去我们的肉体 除去我们自以为是的一些想法 让我们单单来依靠神 单单来仰望祂 让神的恩典可以透过我们流露出来 然后我们要常常吃喝享受我们的主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力量 所以当我们去打仗的时候 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 人们不是遇见我们 人们遇见我们里面的耶稣 人们所看见的是耶稣的温柔 看见耶稣的忍耐 看见耶稣的忍耐 耶稣的美丽会把别人吸引过来 在我们面对这样子的征战之前 也但愿我们能够守这个圣 好让主借着我们能够得荣耀 天父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再交在你的手上 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 把这些教导刻在我们的心上 让我们看到不但是看到神你指明有失败 我们也看到你的应许是何等的信实 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我们也看到你的供应是何等的宝贝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